天天话题才经专栏有美国澳西国际金融 黄海地与您一起谈 可约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需理财顾问黄海地女士 我们来连线黄女士 黄女士 您好 爱妮 您好 听众朋友 大家好 是的 黄女士 我们知道说这个 由于目前的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 很多这个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事情 也是慢慢有了一些这个变化 我们知道说这个 最近一段时间 Google川也是做了一个相对的一个统计 觉得这个大部分的人 现在在这个网上搜索的 这个可能频率最高的 就是关于这个新冠病情 以及是这个人寿保险 那我们想说 在目前这个特殊的时期 到底在购买人寿保险的时候 是不是也和往常的一些 这个平常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不一样 或者是一些改变了呢 对 其实在疫情之下 美国的这个人寿保险 其实已经有一些改变 就是不管是从它的产品 或者是从价格 以及到这个核保的流程 或者说核保的这样一些制度 都有一些改变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就开玩笑说 是不是美国的人寿保险公司也开始 沉不住气了 这个背后呢 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呢 这个经济现在是非常的不稳定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第一季度的 这个美国的GDP出来呢 是负增长了4.8% 应该说是在这个 2008年这个金融风暴之后 最差的一次 就11年以来 这个最差的一次 那么经济的不稳定 还有就是这个低利率的影响 我们也知道 疫情发生了之后 这个联储会呢 已经把这个利息呢 这个降低到零 甚至呢 这个也推行了 这个完全不限制的 这个量化 货币量化的宽松政策 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现在钱呢 是就是可以说是 印出来的钱是非常多的 那再加上美国的一些 刺激这个经济的一些 救助方案 包括最开始的2.2个万亿 这样一些救助方案 那么这些钱呢 其实都会造成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大家担心这个 这个通货膨胀 或者是说呢 直接影响到这个 整个资本市场 或者是说造成这样一个 低利率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 那很多保险公司呢 就开始对一些产品进行调整 比如说比较著名的 就是保德信 Protential这个公司呢 那他们首先呢 就提出来在6月份之前呢 会停售这种30年的固定的 就是定期售险 就是level term life insurance 那这种呢 就是因为受到这个利率的影响的原因 加上储备金要求提高 因为利率降低 储备金要提高 所以这样一来 保险公司在卖这种定期售险 就是term life insurance的时候压力 非常大 还有就是在居家令的这个影响下面 那我们也看到呢 这个居家令之后 当然就说有很多保险公司也看到 这个人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经纪人 或者是insurance aging也没有办法 见到客人去面谈 所以销售量呢 也会这个大额的这个减少 我们也看到这个保险成本也会提高 因为我们的保险是成本是根据人的寿命 或者说死亡率来计算的 我们如果最近看到很多这个人 在新冠病毒期间去死的话 那么保险公司呢 对于这个问题呢 也会有警觉性 特别是在保险公司 那他们呢会觉得说要控制这个成本的话 那就是要这个提高保费 或者说增加internal的cost of insurance的charge 这样一来 我们所买的人寿保险呢 可能不管是从价格 是从成本 是从品种方面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然在喝饱方面也是一样 因为特别是我们华人社区呢 最了解的就是这个对非美国人 我们一直都是推广非常多的 也就是说这个foreign national的market 在美国人寿保险这个市场 是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可是在新冠病毒发生以来 各家保险公司呢 对于这个美国本土 就是是美国公民或者美国绿卡 这样一些人员到海外去旅行的 那他们已经非常的 就是去看你到底到海外 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 会去哪些国家 也就是说这方面他们非常的严格 那对于完全没有美国的绿卡 或者是不是美国公民的 这样一些申请人呢 在核保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提高 所以这部分就是证明保险公司 通过控制核保 通过产品的调整 通过这个对costal insurance的提高 来保证人寿保险公司 在利润上或者营业上面 能够正常的进行 是是就像刚才您讲的自从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确实各大保险的这个公司也是出现了很多 这个自己在这个销售保单的一些变化 那我想对于刚才您谈到的这个非美国人 如果想这个购买人寿保险 在目前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相对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非美国人购买美国保险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应该来说各家保险公司都出笼了一些 这个具体的这个条款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在外国人市场呢 一直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友善 比较友善 就是说比较liberal的这样一个公司 叫做Global Atlantic 那这家公司呢 最近实际上他们也很在意 就是到底他们新的规范出来之后 是不是会影响整个非美国人这个市场 或者说影响整个保险行业这个市场 所以他们也非常非常小心谨慎 那前不久呢 他们实际上没有正式发布通知 就是通过电话 通过verbal里这样一些virtual meeting 告诉我们呢 就是现在对于除了中国以外的 其他所有国家的非美国人 包括像这个意大利 包括像这个英国 包括像这个西班牙 或者包括像法国 甚至包括呢 我们亚洲比较熟悉的 像新加坡这样一些国家呢 他们是完全停止申请了的 就是他们的这些非美国人的 这些申请呢 他们是不接受的 当然现在台湾和香港呢 他们还在就是甄别当中 就是还在想最后确定 到底接不接受这些地区的 这样一些申请 但是建议中国目前 对疫情的控制比较稳定呢 他们反而现在大门 是对中国是开放的 也就是说 如果是中国大陆的人 来了美国 已经解决了那14天的隔离之后 就是在进入美国之前 他们在其他第三地已经呆满了14天 来到美国之后 又这个做了一些隔离 那么30天以内 到过美国境外 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人 会被推迟这个申请 但是如果到美国境内 已经超过30天的 他们还会接受 那下一家公司呢 也是对美国 或者说非美国居民呢 也是比较这个 Liberal 比较宽松的一个公司 就是美国的 Symetra 也就是日本的 住有保险的 在美国的分公司 那他们也是一样 所有有在 过去有international travel的 在一些record的 这个申请人呢 申请都会延后30天 而且呢 将来还不得有 到美国境外travel的计划 就说如果你今天 来美国超过30天了 那我们提出申请 然后过几天 你又回中国去 或者又回到台湾 或者又回到香港 那你的申请就马上终止了 就不再进行下一步 所以从这两家公司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如果是要回国的 或者要回到原居住地的 这样一些非美国人呢 在申请美国保险的时候 几乎是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大门是关闭的 那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家公司 就是这个国家人寿 国家人寿也是一样 就是对于凡事 就是买美国的非美国人 首先要在美国待满30天 30天以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而且呢 在申请之后 还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的居住国 就是至少在保单批下来之前 那川上美尔卡 也就是这个全美人寿 也是一样 基本上都是一样 30天等待期 然后近期不可以有travel的计划 林登法南秀也是一样 AI机也是一样 AI机更严格 如果它现在是推迟30天 就所有的推迟30天 即便在里面喷顶的 就是已经送进去的 这个申请表格 都会全部的延期 那NationWire这些都有 不过还有少数的公司 就是像这个Alliance 或者Protential Must Mutual 纽约人寿 他们没有宣布具体的 对非美国人的一些 这个核保的政策的改变 但是呢 也是一样 都不能够有出境 就是离开美国的计划 只要一旦离开美国 他们所有的申请都会停止 所以这是对非美国人 当然对非美国人 还有一些 出了这些 就是海外旅行 和来美国要等待30天 这样一些限制以外呢 那这个对美国人 还要求有一定的关联 比如说 在美国有没有房地产呢 在美国是不是有 这个银行存款 开了6个月以上的账户呢 在美国是不是有 这个经营公司 或者是在美国 是不是有合法的收入 或者是稳定的客户之间的来源 总而言之呢 这些都是比较严格的 但也有少部分 对于非美国人 比如说H1的签证 L1的签证 J1的签证 这些签证呢 其实各家公司 还是有宽松的余地 特别是这个国家人寿 对于F1签证 就是学生签证 而且在美国 已经待了一年以上的 这些学生呢 他们还是非常的宽松 甚至可以申请到 200万美金 200万美金以下的 这样一些人寿保险 这是对F1签证的一些情况 所以这是近期美国 对这个非美国人市场的 一些改变的情况 这段黄女士 那我们先修一下 这段广告 广告过后 我们再来继续 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天天话题 财经专栏有 美国澳西国际金融 黄海地与您一起谈 可约赞助播出 感谢回来 今天我们继续来联系 我们的老朋友特需理财顾问 黄海地女士 黄女士您好 爱妮你好 黄女士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刚才您大概是帮我们 介绍了有关 对于这个非美国人 在目前的这种 疫情的情况下 如何来申请这个人寿保险 那我们现在可以回来看一看 对于我们现在 在美国本土的一些 这个朋友 那么针对目前的 这种情况的话 各大的这个 美国的保险公司 是不是有一些 这个相应的一些变化呢 是 是的 其实现在就是说 大家都很明白 就是在疫情期间 这个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 当然疫情期间 本来就要有居家令 那就算这个 有些州已经解除了 这个居家令 或者有些地区 已经解除了这个居家令 但是人们呢 习惯已经改变了 还是不愿意出门 而且还是不愿意 见到一些不熟悉的人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要去见一个 不认得的体检员 去做体检 或者是要见到一些 财务规划师 或者保险经纪人 对于大家来说 都会有些这个顾虑 所以在这个期间呢 其实疫情一发生的时候 很多保险公司就推出了 一系列的免体检 不用见面的 就可以申请的 这个人寿保险产品 那有些公司呢 甚至把这个免体检的额度呢 提高到500万美金 也就是说你申请500万美金 以下的人寿保险 你逐步出付 就可以买到 这个美国的保险 那当然每家公司的具体方法 或者说每家公司的额度呢 都有所改变 那我们就看一下 到底哪些公司的具体 做法或者说具体的 这个条款是什么样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National Life 或者说LSW 也就是国家人寿 这家公司它规定呢 是18岁到50岁呢 申请额度小于300万 包括300万 那都不需要做体检 不需要这个出门的 18岁到50岁 这个小于这个200万的定期受险 刚才300万是永久性的 比如说指数性万能受险啊 这个中生丰富性受险 300万 那如果是定期受险呢 是200万 包括200万 200万以下 包括200万 51岁到61岁呢 就只能到100万是棉体检的 61岁到65岁呢 额度就更少 那就只有25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年轻的 是18岁到50岁 这一段时间对保险公司来说 是最安全的 当然如果说 你在这期间 有海外的 就是这个 比如说你去了中国 或者其他一些 Trouble ban 市级 这样一些地方的 这个申请人呢 等待期是30天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家公司 Alliance Life呢 它是25岁到60岁呢 最高额度是300万以下 包括300万 都可以免体检 还有就是 对于有一些 这个 这个B型肝炎 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 或者国家呢 他们不可以让你参与这个计划 Global Atlantic也是一样 18岁到50岁呢 这个 这个年龄段的 这个申请客人 申请的客人呢 100万是可以免体检的 那51 51岁到55岁呢 是50万以下 可以免体检的 当然还有很多 他们现在就说 对于高危的病人 或者是 已经有既往病死的客人呢 他们现在也是采取 就是 一个是delay你的申请 或者是 这个聚保 那69岁以上 或者投保人 体检的这个等级 在Table 4 也就是他一级级的家 这样一些 申请人呢 那申请是会被推辞的 所以Global Atlantic 它是比较明确 6、49岁以上 投保人如果身体在Table 4 以上这样的情况呢 他们是不接受申请的 那现在Global Atlantic 70岁以上的所有的申请 都会被推辞 所以 这样一些情况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保险公司越来越严格 还有就是 如果在过去30天 有接触过 或者是被查出来 测试出来 是有阳性的 这样一个客人呢 他的这个申请 也会被这个重新考虑 或者说 在完全康复之前呢 他们是不接受的 如果有住院的 就是住到医院里面去治疗这个Covid-19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的治疗期满之后 他们一定要等待6个月才能提出申请 所以呢 目前很多公司都非常严格 包括林肯 这个公司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是66岁到79岁的投保人 身体等级如果是在3级以上 都会延期这个申请 那80岁到85岁 投保人无论什么身体状况 都不能够申请 都需要延期 那目前的情况 纽约人寿还算不错的 那所以纽约人寿呢 他的最高额度 就是50岁以下呢 申请Term Life Assurance 可以到300万免体检 或者是小于70岁 申请Whole Life呢 300万可以免体检 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合理的 一些这个核保方针的 这样一些改变 但是也是一样 如果他是有这个COVID-19 测试是阳性 那他们现在基本上是不予申请 或者是直接延期 那假设是在疫情被完全控制之前 80岁以上的客人呢 他们都不再接受 Protential Protential目前来说 应该来说是比较宽松的 在著名的这些大公司上面呢 Protential目前是最宽松的一个公司 那16岁到18岁到60岁 免体检的额度是300万 但是一定要用e-application 80岁以上呢 所有的申请都不再接受 所以在这种情况呢 就是年纪大的被测试阳性的人 现在基本上都是暂时无法申请 e-a-g是非常严格 它的免体检的额度只有50万以下 50万都不包括49万9999以下才可以的 80岁以上的人完全现在不能申请 那70岁到80岁的这个客人的申请呢 也是会延期 川下马尔卡呢 现在也是一样 就是56岁到75岁呢 都是有附加条款 Persific Life呢 它目前来说Case by Case就个案进行处理 那目前呢也是一样 70岁以上的申请都会延期 那这个它的免体检的额度也是非常的高 60岁以下呢是500万美金 500万美金是可以免体检的 内性外 内性外目前呢 也是属于比较宽松的 也就是说69岁以上的要申请London Care 就是长期物理这些产品呢 他们大概会会delay一些 所以像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对非美国人比较友善的 这样一些公司 像Semetra也是一样 70岁到79岁 而且呢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的 这种申请呢都会被推迟45天 那60到69如果你的状况到Table 2 也是会推迟45天 60到65岁身体状况到Table 4的 也会推迟45天 所以从我们这里来看呢 就是所有的保险公司 其实都收紧了这个核保的这个条件 特别是对Covid-19测试是阳性的 都有delay 甚至如果是有住院的 就要求要等待这个完全康复之后 最长的公司是要求完全康复之后 还要再等六个月 这是目前这些公司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这些公司会不会受险公司会倒闭呢 那目前我们来看 只要他们在成本各个方面进行控制得当 特别是在核保方面控制得当 受险公司目前倒闭的可能性 应该相较于其他公司要小 其他类别的保险公司要小很多很多 是是今天非常感谢 黄女士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那么同学呢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学时间再见 天天话题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